第159章 小圆满 望着那身体贴着玉柱,动也不动的凌晨,场中出现了片刻的寂静,凌风的人脸庞上的喜色也是瞬间凝固。 凌晨的溃败几乎是电光火石,原本在先前他还宛如占据了上风,但在下一场,所有的优势,却是在那突如其来的精神迅窩尖锥下,土崩瓦解。 这等结果,就算是那位涛老先生,都是愣愣愣好片刻后,方才回过神来。 对于凌晨的实力如何,他心中最为清楚不过,这家伙为人虽然狂傲,但却的确有着不弱的本事,但眼下这一幕…… 哎,英雄出少年,老友,恭喜了。 涛老先生深吸了一口气,对着一旁的林震天拱了拱手。 按照林栋展现出来的实力,恐怕两年之后的林氏宗族族会,必然会大放异彩。 到时候,林震天重返内族的心愿,恐怕应该也算是能够完成了。 林震天笑呵呵地摆了摆手,嘴中说着谦虚的话语,但那眼中的自豪与欣慰之色,却是掩饰不住。 林栋哥,好样的。 围观在周围的那些林家小辈,也是在此刻大喜地欢和出声。 林栋又事实告诉了他们,所谓的宗族之人也并非是不可战胜。 不测的精神操控。 那林可儿蔚蓝的眼睛在林栋的身上扫了扫,春娇有着一抹极感兴趣的笑容。 他看得出来林栋真正的强横的,乃是他对精神力的操控。 先前的遗迹别人或许未曾看出来,但他却是事先便是发现。 林栋在凝聚了光阴的时候,便是在暗中分身凝聚那精神攻击。 这种原理与精神相容的攻击,最是能够取到出人意料的奇笑。 而且在最后关头将精神漩涡追随意散去,也是显示着林栋对本身精神力的操控,颇为得心应手。 没想到在这分家之中,几人还有这种天赋的人,宁臣说的可是不冤。 林可儿喃喃自语。 在那众多目光的注视下,林辰的面色略微得有点不太好看,不过他也倒是没有小肚积肠的不认账的地步。 当下握了握手掌,略微有些不甘地对着林栋道。 难怪这么狂,原来是有着一些本事,这次算我认栽。 林栋面色依然平静,并没有因为甚了林辰便是显得过于欣喜。 虽说后者算是勉强半只脚踏入大圆满镜的强者,但这个层次尚还是难以对他造成太大的威胁。 目光自林辰身上收回,林栋突然瞥了一眼后方那白衣女子,后者见状也是冲着他奄然一笑。 此女不简单哪。 林栋盯着林可儿,心中却突然闪过这道念头。 这念头来得有点莫名,但不知为何,他心中却是觉得,这女子恐怕比林辰还强。 你这家伙总是要丢下脸才肯罢休。 实体上的涛老先生无奈地看了一眼林辰,道。 现在你应该相信别人不会拖你后腿了吧? 林辰有些惺惺,若是在别人都打败了他后再说拖后腿,那不是显得他更拖后腿了吗? 呵呵,老友,那事情就这么定了吧? 林栋的实力倒是不弱,说不定此行还得有他帮忙呢。 涛老先生转过头,对着林震天笑着道。 门延林震天也是笑着点了脸头,转过头来,对着林栋道。 东尔,此次古墓府乃是难得的机缘,三天之后你便随涛老先生前往天岩山脉。 沿途之事可是要听从涛老先生拆遣。 听到这话,林栋却是不由得翻了翻白眼。 不过看着林震天那股殷切的面色,他也是这样点了点头。 但心中却是想着,到时候找个机会偷偷溜走。 以他的实力再加上小雕,虽不敢说必得宝物,可至少也是有着一些把握。 而到时候,与这些临时宗族的人同行的话,究竟水减便宜还真是两说的事。 林震天自然是不知道,林栋心中正想着要到时候找机会脱离队伍的念头。 所以在见到后者点头后,他也是满意的一笑,然后再度将人请进客厅,一番笑谈。 待得天色暗下来后,方才吩咐人将一行人带往客房。 在散席时,林栋也是早早地离去。 先是去看了眼清谈,发现后者依然是沉睡后,方才回到自己的小院。 灯火柔和的房间当中,林栋盘坐于床榻之上,双目紧闭,一丝丝圆力自天地间渗透而出,最后源云不断地灌着进入其身体当中。 这般修炼持续了两个小时左右,林栋方才缓缓地睁开双眼,眉目微皱。 他也是能够感受到了自己处于了小圆丹镜的巅峰,这个时候只需要一个契机便是能够顺利地突破。 此次前往古墓府必然不会过于安然,虽说以他现在的实力再加上小雕,亦是能够应付大多数的麻烦。 但此次被古墓府所引来的强者可不少,若是能够多一分实力的话,最后也是能够多一点把握。 所以在启程之前,他必须尽可能地提升实力。 想到此处,林栋眼中也是略过一抹坚定之色,手掌一翻,便是自乾坤袋中取出一个玉盒。 掀开玉盒,一股浓浓的药香之味,立刻便是在房中弥漫开来。 玉盒之中安静地躺着一枚赤红色的圆润果实,这正是林栋数日之前才得到的那枚六品灵药,妖血诸果。 望着这枚妖血诸果,林栋深吸了一口那浓浓的油香,脸庞上也是浮现一抹满意之色。 比起五品灵药来,这六品灵药,的确是要墙上树丑。 林栋伸出手掌,悬浮在妖血诸果之上。 紧接着,那藏云林栋血肉之内的石斧便是发出了细微的颤抖。 一丝丝奇异的光线自掌心之中交叉着射出,将那麦妖血诸果尽速包裹。 在石斧光线的包裹下,妖血诸果则是缓缓悬浮起来,他表面上的果壳开始出现枯萎。 诸果枯萎的速度极为缓慢,与以前提炼四品五品灵药的效率完全是不在一个档次。 不过林栋倒是有着耐心,就这样慢慢等待着妖血诸果逐渐的枯萎。 而这一等啊,便是将近三个小时。 戴德三个小时过去后,妖血诸果已经枯萎到了极限,而后表皮啊,开始化为粉末,飞速地洒落而下。 戴德这些粉末完全消失时,三枚颜色异常暗沉的灵丹,则是缓缓地出现在了林栋的注尸当中。 伸出手掌,小心翼地接过这三枚暗沉的灵丹。 灵丹一入手,林栋便是感觉到了其中所蕴含的那种恐怖的药力。 当下眼中便是涌现惊喜之色。 这种药力足足是五品灵药的数位。 不愧是六品灵药。 心中狠狠地赞叹了一声林栋倒是并没有立刻的,便是吞服这六品灵丹,而是闭目调养了半个小时后,这才面色凝重地睁开了眼睛。 不再迟疑,双指夹着一枚六品灵丹,直接地塞进了嘴中。 六品灵丹一入嘴,便是在青壳之间化为滚滚洪流,以一种惊人之事对着林栋四肢白骨暴冲而去。 甚至在林栋的身体表面,都是荡漾出了一层层原力的薄物,将林栋的身体尽数包裹。 深吸一口气,林栋也是急忙地催动三阳诀,那由小雕教给他的那种能够加速吸收精神的秘籍,也是被他再度施展而开。 精神漩涡在丹田上方的几处穴道成形,疯狂地吸收着,那在体内满液而开的精纯药力,最后源源不断地灌着进入丹田当中。 在热等疯狂的灌注下,丹田之内的那枚拇指大小,并且带着一丝暗金之色的圆丹,也是迅速地旋转起来。 他小小的身体,此刻确实变换成了一个无底洞,不论那看似磅礴的原理如何灌注,但他确实依然没有半点停口的迹象。 当然,在这般狂猛的灌注下,圆丹的体积也是在旋转之间,以一种火焖的速度增长起来。 那自其中扩散而出的原理波动,也是随之变强。 这种灌注持续了整整一天时间,那几乎弥漫灵动身体内部的精纯药力,方才被逐渐的技术新收。 当流藏在经脉之中的最后一股精纯能量,被转化成为原理,灌注进入丹田之内的那枚圆丹时,运转了一整夜时间的灵动的身体内部,却是在这一刹那之间,突然变得安静下来。 不过这种安静,仅仅只是持续了片刻时间。 紧接着,丹田之中那一枚已经膨胀至核桃大小的原丹,却突然发出了细微的蒙鸣之声。 在这种蒙鸣声下,圆丹表面上的那一丝暗金之色,突然急速扩大。 短短半分钟不到的时间,那一丝暗金之色,居然直接是覆盖在了圆丹一半的范围。 就在圆丹被暗金之色覆盖大半时,一股极端强悍的原理,如同火山一般,突然自其中喷发而出。 而且此时的原理,居然有了一种暗金色的色泽。 暗金色的原理流淌在丹田之中,仿佛金色的河流,充满着神秘之感。 在那暗金色原理爆发时,林栋紧闭了一天一夜的双眼,夜市猛然睁开。 刺眼的暗金光泽暴射而出,一股极强的气势缓缓地从他体内弥漫而开。 圆丹静,小圆满。